北京时间2月17日 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比赛 17岁的谢尔巴科娃夺金 17岁的特鲁索娃拿到银牌 大热门15岁的瓦利耶娃紧第四 赛后 瓦利耶娃和特鲁索娃同况痛突 但两个人心情完全不一样 瓦利耶娃是情绪崩溃 而特鲁索娃是不满裁判打分 他表示 自己再也不会滑冰了 可以把瓦利耶娃在压力下崩溃 比赛中 他多次失误 从夺金大热门到吴元宁讲台 瓦利耶娃的失误与自身风波有关 赛后 瓦利耶娃伤心落泪 他没能顶住压力 同况里 拿到银牌的特鲁索娃也在痛哭 他不满裁判判发 比赛中 莎莎跳了五个四周跳 依旧输给了同胞谢尔巴克瓦 特鲁索娃对结果很失望 特鲁索娃对自己的教练哭着说道 我讨厌这项运动 讨厌他 我不想去参加颁奖仪式 我不会再滑冰了 每个人都有金牌 只有我没有 你们不能这么做 不能 此一 特鲁索娃在自由华拿到177.13分 当之无愧 他的表现很出色 这个分数是应该的 但在难度方面 谢尔巴克瓦明显不如特鲁索娃 但依旧拿到了175.75分 双方的差距不到2分 加上此前的短节目 谢尔巴克瓦以255.95分夺金 特鲁索娃的总分是251.73分 网友也替特鲁索娃发声 我真的理解 热爱变成厌恶是极其痛苦的事情 拼命努力却只获得遗憾 心里向往最高的位置却触不可及 也许人生不会再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但是 特鲁索娃 你是无冕之王 你是无数人心中的传奇 你只有17岁 继续追寻你热爱之事 未来天高地远 不只有这一个终点 至于谢尔巴克瓦 他很开心 因为无论如何 金牌属于他 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俄罗斯三王 一场决战后 心情完全不一样 但赢家只有一个 那就是谢尔巴克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